这一小节主要是讲解扩展宿主以及host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要弄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前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什么是扩展什么是宿主什么是host 扩展大家已经很非常的清楚了 主要是宿主和host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联系呢 我这之所以把它翻成宿主 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container也叫做容器 我在这里已经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demo 这个demo是根据项目引导来创建的一个简单的swift项目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添加一个扩展 首先在6里边添加一个target 在target选择的时候我们有在iOS上面有一个APP 接着是framework 然后接着是扩展 这扩展其中里面的扩展有以下六种 然后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种 然后再创建一个扩展 这我已经提前创建好了一个扩展 所以大家暂时不用理它 然后我提前创建了一个叫做today的一个扩展 然后而它本身这个APP呢 叫做extension samples 那么这三者到底是指什么呢 第一个扩展 扩展就是指的我们的today这个扩展 另外一个宿主 也就是我们原文最原始的称呼里面的container 也就是容器 容器APP就是我们所依赖的这个APP的项目的名称 叫做extension sample 然后另外一个host 这个host是什么呢 host就是我们当前的扩展所运行在哪一个APP当中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哦 我们的我们所编写的这个扩展并不是运行在我们的extension sample这个APP当中哦 它可能运行到其他的其他的APP当中 我们运行它来看一下 当我们启动运行这个扩展的时候 它会选择一个APP 这选择的APP就叫做host的APP 也就是说 你期待将我们的扩展运行在哪个APP之上 我们现在这选择 由于我们是使用的一个YG的今天这个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选择就是它 然后我们点击编辑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选择选择我们自己的扩展的 OK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扩展启动器来了 打印出了Hotten Word 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我们的扩展就是我们编写的today这个扩展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容器APP叫做extension sample 另外一个我们的host的APP 我们的host的APP就是我们的扩展运行在什么地方 那个APP就叫做host的APP 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 我们明白了这三者之间的概念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共享问题 在这个地方 这个数据共享主要是体现在哪个跟随随随之间共享呢 就是我们的扩展与我们的容器APP进行数据的共享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group这么一个概念来使用我们的APP和扩展 他们可以共享相同的数据 但是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电脑上电脑上必须要有APP开发账号所登录的账号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可能需要每一个人有拥有自己的开发账号 这一部分我们稍微会延迟去讲它 因为考虑到可能很多同学是在淘宝上购买的一个证书来进行开发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特殊的一个对象操作 比如说UIApplication这个对象 我们会使用它进行一些特殊操作 当我们在我们的扩展当中使用UIApplication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所指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扩展 而是我们的hostAPP 所以在很多操作特殊操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使用扩展里面的某一个上下文对象 这一点主要是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一个东西 叫做OpenURL进行数据的简单数据传递的时候 可能会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所编写扩展主要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扩展 与我们的hostAPP进行数据的交互 这个数据的交互我们类似于一个应答系统 我们会像我们会把hostAPP所提供的一个请求 也就是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从hostAPP提供一份数据 提供给我们的扩展 我们的扩展会将这份数据进行处理 处理完毕之后呢 我们会将处理结果 反馈回我们的hostAPP 以告知我们的处理情况 是失败呢 还是返回了期待的结果 这一部分的内容 主要是要明确这三者之间的概念 另外要注意一点 在图的右边部分 扩展和hostAPP 类似于一个应答系统 这一节主要是讲解一下 SDK文档的相关路径 在前面的描述当中 我们提到了很多的与扩展相关的生命周期 宿主 host等等 扩展点等等的相关知识 这些知识到底记录在什么地方呢 苹果的官方文档当中详细地记录了以上的信息 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些信息在哪里可以找到 如果大家在开发过程当中忘记了某些知识点 或者说需要解决某个疑问的话呢 可以首要参考这些信息 在文档的 在文档的general 引导 第二个部分就是APP extension program guide 这一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教程 简单的记录了如何进行扩展开发 包括扩展 怎样创建一个扩展 怎样响应这份数据 以及针对每一个扩展点 它所具备的设计的特点 适用的场景 等等非常详细的内容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 接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项目当中都会有一个info list info.plist 这一个就便是我们的项目的基本描述信息 info.plist 它这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一些扩展点的文件 或者说是identifier 或者是名字 或者是版本号 等等这些信息 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疑问 很明显 P-list 它是一个q-value的形式的一个文件 这些件到底命名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件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可以找 我们可以在文档中都会找到答案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展 我们的扩展当中 有一个建制队比较有趣 它指明了我们所启动的故事版 它的名字 但是如果有的同学需要用纯代码来完成我们的扩展开发 怎么办呢 我怎么指定我们的扩展从哪一个类进行执行呢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文档当中找到答案 在文档的内描述当中 有一个 有一个property list 在这个地方 它记录了所有的件 它的利益 以及怎么去使用 是一个单值的 还是多值的 如果你忘记了某一个类型的件 怎么拼写的 你可以在这里寻找答案 包括我们所有的在Mac平台 或者是iOS平台上面的扩展的某些件 好了 这主要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与扩展开发所相对应的一些文档的位置 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